大钢管子直接干进了男人的嘴里 他紧咬牙关 不想张嘴 小铁片强行承开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有多难受 随后哭吃一声 炸弹植入成功 这是一所你绝对没有见过的监狱 想要从这逃出去 简直是白日做梦 他建在一千层的沙漠底下 中间安装了威力巨大的离子炮 小循环机器人24小时扫描 犯人稍有不对 就得接受激光网的惩罚 一旦走入禁区范围 体内植入的感应炸弹就会引爆 到这儿命就不再属于自己 这个倒霉蛋大山刚刚来到这儿 因为他那个地方人口危机 规定只能怀孕一次 他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 而他的第二个孩子却不小心来了 所以夫妻二人决定踏上逃亡之路 很不幸边境检查时 丽莎露出了马脚 为了保护妻子逃走 他被抓了 幸运的是丽莎成功地跑了 他跟随循环机器人的指引 和新来的小白一块进入牢房 狭小的房间里 住着另外三人 数理化专家眼镜 对小白想入飞飞的光头 和提醒男主不要做梦的大黑 但当天晚上他就梦到了妻子 小监控一开始扫描 而另一边监狱长则看到了这一切 他一眼就相中了 那个多额诺姿的女人 一个神奇的想法出现在他心中 突然大山被体内的仪器弄醒 在这里就连做个梦都得经过允许 男人回头看了眼小机器人 老黑淡淡地看了眼没说话 第二天 劳动改造时再次发生情况 光头带着本路上纹着187的男人 对小白用墙 大山上去和187打了起来 他这大体格的两下就放倒大山 在这里暴力同样不允许 三个人被关进了激光牢笼 只有他们供出先惹事的人 才能放出 很快小白就站不住了 为了救人 大山扛下了所有罪行 他被带到了监狱长的房间 在这儿他发现了一个 让自己崩溃的事情 原来他的妻子并没有逃走 而是被关进了这里的女子监狱 他被提醒医狠狠地折磨了一通 老黑伺候的监狱长屁都不敢放 妻子被抓了 他下定决心要越狱 男人要挨揍 一个脚丫子直接踹了过去 滚到地下 对着肚子又是一顿猛踢 拽到墙上 咔咔就是一顿壳 而监狱的其他犯人则在一旁看热闹 两人在小桥上打的鼻口窜血 监狱长下令收起了铁桥 最终大山获胜了 监狱长要他弄死187 可这男人却伸手救下了他 监狱长怒了 他头一次遇到胆敢反抗自己的犯人 离子炮起动 187还是领了盒饭 紧接着监狱长开始随机折磨周围的人 大山却偷偷拿起了187体内的提醒仪 并且偷偷交给了小白 他们把大山放到一个小轮子上乘法 那小轮子全方位360度的旋转 而这些都是监狱长为了得到丽莎做的 他告诉女人只有他能让转盘停下 只要他答应后半生和他一起生活 看着被折磨的大山女人同意了 这天晚上外面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点赞关注 他走下床发现了监狱长的秘密 原来当地为了控制人口节省粮食 监狱长竟然是个机器人 他每个月只需要吸收一次能量 丽莎动用小计谋一杯白酒放倒了监狱长 进入操控室利用机器人扫描大山 唤醒了惩罚后遗症的男人 终于沉睡了四个月的大山苏醒了 从老黑口中知道了自己还活着 都是因为丽莎 直到两人现在生活在一起 他怒了 他决定必须越狱 拿出提醒仪交给眼镜研究 眼镜是个狠人因抢劫银行入狱 因为炸弹威力太猛了 连马内都炸没了 再通过老黑给丽莎烧去口信 丽莎偷走监狱的地图水晶 眼镜用眼镜折射激光到水晶弄出投影 得手后再由老黑送回 那监狱长还幻想着和丽莎结婚后的场景 他希望和丽莎一起抚养他父中的孩子 并给孩子起了个好名字 也姓简 另一边眼镜发现炸弹居然带有磁铁效应 有几个狠人要越狱 拿出小炸弹贴在小腹之上 然后顺着小腹一路向上挪 一点一点挪到嗓子眼 哭吃一声小炸弹吐了出来 再把几个小炸弹放到排气管道 对着狱友就是一拳 光头拿起大铁稿 直接就开始轮 制造出监狱暴动的现场 AI系统发现引爆炸弹 哭吃一声巨响 大铁管道被炸出个大窟窿 计谋成功 四个人直接钻进管道 监狱长全面启动感应仪 其他的犯人全部倒在地上 几人奔着管子一路全行 突然前方出现滚烫的水蒸气 那是监狱长启动的准备烫死几人 他们跑回到进来的地方 光头怂了举手投降 谁知一顿小枪光头领了盒饭 另一边老黑跑过来准备救走丽莎 却被监狱长抓了个正着 老黑用小拳拳直接怼在胸口 可却被人抓住脖子掐死了 丽莎的逃脱宣告失败 另一边大山三人在管道内遭遇围堵 那个武器非常险进 会喷火还有子弹 男人趁其不备直接拽进来 对着脑袋一顿大板敲 呼了好几下子 人改机器人不动弹了 他们用敲卸下了机器人的武器 戴在手上出去开始疯狂扫射 几人一路过关斩将 打费了一个又一个卡拉米 眼镜不幸被机器人抓住了脚脖子 他拿起袍子 直接干在了机器人的脑袋上 一路呲花带闪电找到监狱长 现在丽莎被人带进手术室 要强行接生 那后果就是大人一定会死 监狱长面对着枪也有些懵圈 他带领着几人前去手术室 但中子炮直接一炮干死了监狱长 因为他也是个机器人 这监狱最高的执行 一直是人工智能 现在要去手术室已经来不及了 眼镜准备给电脑植入病毒 一顿小代码成功输入 突然他被身后出现的机器人乱枪打死 同时也在最后一秒按下了回车键 监狱内所有的智能设备全部停止运营 犯人们都趁乱逃跑 他带着丽莎和小白上了大卡车 赶着大门关上的那一刻 成功逃出了监狱 可此时丽莎已经不能忍了 他们停在一个郊区让丽莎生瓦 上级人工智能锁定了卡车的位置 小白直接被撞死了 那卡车居然启动撞向屋内 大山拿着枪开始乱喷 大卡车冲向屋内瞬间爆炸 男人崩溃了 因为他的妻子还在里面 他失魂落魄的环顾四周 看不到妻子 突然他听到一声婴儿的哭声 丽莎抱着孩子躲在角落逃过一劫 他们当然没有死 因为导演要拍第二部 我提一杯哦 魔鬼监狱让人怕 大铁管子往嘴下 六人也就跑出俩 热门就讲第二话 我是火龙果 喜欢的关个柱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